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个礼拜啊这个民进编辑部没有做啊这个所以说有些观众啊问 那么呢这个因为我的这个休息的情况啊 那个上个礼拜没有做啊 所以这个礼拜的这个民进编辑部恢复正常 喂 我才听到 嗯 刚才四下聊天还不错 现在进入节目了就有点卡壳啊 现在好了 导播再确认可以正常进行 好 这个请我们导播啊 先将我们这个节目的嘉宾 吴强博士请进来 吴博士您好 你好 陈亚平好 各位专注好 我第二次进来 然后再试试 嗯 好 这个形象非常好啊 刚才说上个礼拜我没有做观众在问 那么这个礼拜呢 我们我们的我们要恢复 那么 昨天 那个和平先生在节目里说 晚言晚事是这个我跟他做的最后一期 那么今天这个编辑部呢 也应该是我跟吴强博士现在做的最后一期啊 那么这个节目呢 下个礼拜也会有啊继续 但是呢会有新的组织人啊 请我们的观众啊 这个等待啊 继续收听吴强博士的节目 那么今天我们要讨论啊 第一个话题就是这个北京啊 最近 搞了一个财富分配的一个新的一个啊 政策或者新的路线 那么大家也知道啊 就是共同呼吁 加上那个第三次这个财富的这个分配 那么在这种政策的指引下呢 啊 中国的这个互联网巨头啊 这个腾讯公司呢 我看看前前后后呢 捐出了两大笔啊 一千个亿 应该算在这个啊 第三次分配之中 带了一个好的这个模范的作用 所以这个话题呢 听听我们来自北京的吴强博士 看看这是什么一种新的政策动向 好了 吴博士 嗯 对这个政策动向 当然是可以有无限丰富的解读啊 无限丰富的解读 其实过去几年我一直在解读 嗯 但不管过去几年怎么说了 我们一定是立足今年 立足二十大之前 我们在这个节目里头 反复的谈到 今年的一切的政策 都是为二十大在做准备 都是树立二十大体制 都是二十大体制的一部分 那么 所以我们无限解读 当然也是有限的 有限就在于近期的目标 其实实际上都是为二十大 在调整它的基础 从阶级基础到财富基础 到 所谓的明星的基础 明星的基础 我们今天实际上就要谈这三个问题 那么这三个问题 嗯 在过去一周 过最近几天 我们看到 包括我们明镜在内 包括很多路透社 国际媒体也都谈到 他们更关注的 当然毫无疑问 首先是阶级上的意义啊 是不是又来一次三反五反 又是不是又来一次 这个财富的重新分配 公司合营等等等等 我相信这些都是没有错的 嗯 我们看年初在庆祝扶贫 结束 然后中国进入 宣布中国进入小康社会开始 其实我们应该就意识到 这个问题对 高收录者 对富翁级别 对大型私企的这么一个动作 其实就在扶贫结束之后 就要随即开始了 这实际上是一个连续的动作 就在扶贫之后 但是我们看扶贫之后 因为我们节目上周也谈过 不是上周 我们在前一周也谈过这个问题 扶贫之后并没有解决问题 比如说我手上有一本书 是李时 佐藤宏 他们2013年出版的一本 中国收入分配变动 中国收入差距变动分析 那这本书 它的数据 05年 07年 13年的一些数据 主要是根据这些数据来算 那么这是 北京扶贫政策的一个基础 就是我们知道 过去9年的扶贫政策 实际上是以 李时的 基本上是以 中国的这个智库的 官方智库的这些收入分配差距的这些建议 作为参照的 所以我这个说句题外话 过去几年我一直跟朋友们谈 表面上 不是表面上 一方面 过去9年 中央集权 尤其是个人集权 越来越强 另外一方面 其实我们要承认 从12年以来 12年以来 中国建立了许多的智库 或春水建立很多智库 这些智库 一方面都是狗屎一样的 就上有所好 下有孝之 都是在提一些拍马屁的 或者张维为式的这种 这种 智库建议 但另外一方面 这些智库的建议 其实是比胡温时代 前所未有的 快速的被吸纳到 中央的决策当中 从一带一路到 我们说收入分配调节 到我们现在看到的 对巨户的这么一个 收海房捐的这么一个 类似的这么一些行为 其实都是从最初 从智库的这些 建议当中来 所以我们分析 北京的决策的时候 要注意到 其中的很有趣的 一些政策的面向 我们是不能忽略的 那么 中国官方的智库 中国官方的统计 其实也都承认 中国是处在 收入分配差距 某种意义上讲 是全世界最高的 一个水平 我们说从大国经济来说 当然有人 从经济系数来说 似乎是比巴西要低一点 似乎比巴西低一点 其实都是伯仲之间 这种数字的调整 有很多问题 猫腻 0.5还是0.6的问题 巴西的数据 大概0.56 那么最更高的 可能洪多拉斯更高 美国的经济系数 也很高 可能仅次于中国 那么这是我们知道 美国的激化政治的 一个经济基础 一个原因 中国的这个激励系数 其实也是 贫富差距 其实是最高的 大国来讲 大国体量来讲最高 这是北京实际上 是一直担心 我们的节目 其实我反复谈过很多次 这个激励系数越高 贫富差距越大 其实是社会动乱的风险 是越高 这个我们 这个其实国内谈的不多 我们从政治学上 我从政治学上 谈比较多 那北京实际上是 这些官员们 对这个问题 他是有 潜意识的认识的 当然他对 社会学家 对经济学家的 这个收入分配差距 表面上的这个建议 这是有认识的 那么他们也更采纳 比如说 北京的社会学家的一些建议 要形成一个所谓 橄榄型的社会结构 有意往中间大两头小的 这种社会结构去打造 那么我们看 中产阶级其实是很弱的 人口可能只占2%不到 也就是我过去写 中国中产阶级怎么形成的 那么人口数量 可能就3000万左右 甚至也许会稍微高一点 那么占有财富 大概是30%多 那么中国的千万富门以上 那么占人口不到1% 可能0.5%左右 但是占有中国财富的50%以上 那么中国占人口95%以上的 这个我们说第三阶级 这第三阶级当然是 双引号的另外一层含义的 第三阶级 人口数量95% 但实际上占有财富 可能只有7% 甚至更少 这是中国的一个 其实跟法国大革命很类似的 法国大革命爆发前 很类似的一种状况 王岐山12年反复在谈这个问题 其实他是根据 像李时这些收入分配差距的报告 来谈的 它是有所本的 那么我现在是 把这本旧的 这个八年前的报告 重新拿出来跟大家讲 就是意识 那么北京的政策 实际上是有一些连贯性 从12年13年到现在 它是有所本的 那这个本 那现在是轮到来 对付 私企 对尤其是对付新资本 那么新资本这个问题 我们前一周也谈到这个问题 就在前一周谈到这个问题 在过去一年半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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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疫情期间 很有趣 一方面经济是萧条 虽然中国经济恢复比较快 但实际上 好像 又有点这个技术故障 我们刚开了一个头 这个 正好讲到这个新的政策 用来对付新资本的时候 就卡住了 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线头 是什么呢 就是 这个 北京的新的这个财富 丰沛政策 吴强博士说 跟北京的一些 自库的这个建议有关系 非常 有趣的一个线头 这些观点来自于一些自库 前面 我们也有的节目里谈到过 就是这个第三次分配 这个概念的 就来自于北大的这个 经济系的教授 李玲 但不知道 李玲有没有搞自库 那么这个贫富差距 类似于法国大革命前的这种状态的这个情况呢 吴强博士谈到 有一些学者提到 讲的这个中产阶级 这个千万以上的中国巨富 和中产阶级以下的那些人 那么现在很显然就是 千万富翁只占中国人口的1% 但是他们掌握中国的这个财富的50%以上 这个中产阶级呢 只占中国人口的2% 这个数字是很小的 那么更多的95%那些人呢 占了中国财富的7% 所以说 他不是一个橄榄型的这么一个社会的结构 那么这种 非橄榄型的社会结构呢 极其容易引起 这个类似于法革命法国大革命那样的一个 这样一种悲剧 所以吴强博士讲到这地方 那么我们下面看看我们能不能把吴强博士再拉回来 嗯 这个财富丰沛的这个新路线呢 实际上是讨论的就是这个 中共啊 财经委员会啊 第十次会议上 也就是8月17号开的会议上呢 这个北京啊 发出的这个新的这个信号 那么这个信号的强调呢 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啊 这个跟刚才吴强博提到的百分之二 中产这个比重太小啊 有关系 所以要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 那么这个低收入群体呢 是占了中国人口的95%啊 实际上这95%呢 只占啊 那个分享中国的7%的财富 那么啊 合理调节高收入啊 取缔非法收入啊 他要形成 中间大 两头小的 橄榄性分配的这个结构 啊 那么从吴强博士谈的这个情况来看呢 显然不是啊 这不是一个橄榄性的一个 分配结构啊 这就是为什么说 我们标题上说 要建立一个这个新的财富 分配的那个路线啊 那么让这个中间大啊 那么呢 就是最小时间的是一种啊 最大人数范围以内的共同的富裕 嗯 那么为了实现这样一个橄榄性社会 或者叫一个共同富裕的这样一个目标呢 那么他的会议纪要里头呢 谈到要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回馈社会啊 这就带出了这个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的 所谓的基础性的分配制度安排的这么一个计划啊 那么这个话题呢 我们我跟何平在星期一的晚一晚四中有讨论啊 当然我们两个观点呢 珍重比较多啊 那个何先生跟我讨论完了以后呢 好像回去又做了功课啊 在单天晚呢 应该是在单天晚上的这个想念就点的 他又谈到了啊 这个我还没来得及看他谈的什么观点 但是在我们办公室呢 我们又有一些这个火拼啊 就是这样 好了我们看看我们的导播 有没有把吴博士再拉进来 嗯 呃我现在试试声音怎么样 我现在不出画面 好 你现在讲到政策对付新资本的问题 对 对我们其实就刚才都是废话 我们现在回到 我们要讲一些这个这个重点 这重点实际上是我 我过去一年在北京 跟一些这个有关的人士 相关人士谈的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 呃 现在我们看到变成了一个政策 那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在中国的权力周期 权力周期我们知道通常原来是十年一个周期啊 这是一个权力周期 政权交接或者说政府轮换的一个权力周期 通常的一个权力周期里头 那么所发生的一个收入分配的一个政策变动 那这个变动 其实通过过去江湖两次的权力周期交接 北京现在越来越意识到一个严重的问题 这个问题在在过去权力交接期不是太重要 呃 但是在这一次将这个中国的领袖 要将进入到第三和第四次连任的时候 那么旧的权力交接的周期 现在和另外一个周期 也就是中国私企和财富的继承的周期 开始发生一种冲突 这冲突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在中国过去 至少改革开放以来 江湖时代二十多年所确立的一个权力交接周期 它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在中国的邓小平所确立的 制度化 年轻化的一个干部交接体系下 那么干部也就通常我们所说的七上八下 这个年龄刚性的一个轮换制度下 当市场经济以及市有资本 无限的延续的时候 那么意味着政治家或者政客 或者是地方官僚的他的权力的时间 他的周期要比企业家或者私营经济 以能够永续的这么一个 他不叫周期 能够永续的这么一个财富的继承来说 实际上就出现了一种很不匹配的情形 换句话说 说简单一点 对任何一个地方官僚来讲 或者对一个中央大员来讲 他们发现当他们比如说55岁或者60岁 或者65岁才到了一个部级 甚至政治局委员 副国级的水平的时候 再干五年 三年就要下台 最多五年就要下台 但是呢 市营企业家可以近乎 他以家族继承的方式 无限的延续这种财富和社会影响力 尤其在地方层级 这个问题是最突出的 越在地方层面 这个问题是越突出的 那么这是地方官员 我们所说的这种地方官僚和地方资本 能够紧密结合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当然我们知道地方官员 他有激励 来自于两种激励 要不然是往上升 要不然就是在地方混 地方混有两种 第一种混是做第一把手 第二种混 那就是跟地方的资本 进行紧密的结合 那么他退休之后 无论他继续以退休身份是富贤 还是说以其他的方式进入夺起 或者是怎么样一种方式 我相信当然大多数 还是以表面富贤的方式 但是他都希望在任的时候 他对私企的一种利益输送 能够得到有能够有所回报 或者说在他零退休之前 这个零退休并不是20年前 我们所熟悉的所谓59岁 或者说64岁的这个概念 59岁腐败 64岁腐败的概念 并不是这个意义 而实际上是为这些人 在为在到了一定层级 比如到了厅级干部 到了一定权利的 有影响力的 这个相对模糊的一个区间 他开始为退休后 做财富的管理 为退休后的这种财富的累积 在做准备的时候 其实这个事情 也许从他做促习干部就开始了 也许可以从科技干部就开始了 然后这个跟地方层级是有关系 也许他有一点权利就开始了 那么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无限漫长的过程 但是越到他临退休 这个问题实际上是越突出 越到北京的政权交接的周期 那么所有这些问题就变成越汇聚 越集中 也就是中央考虑的问题 现在不是一个地方官僚 和一个地方资本的如何结合 形成一个所谓 我们最近在讨论的一个政商关系 怎样一种结合的问题 而是地方的官员 或者说普通的部委的中央的官员 到底是向谁效忠的问题 他们向资本效忠 还是向党中央效忠 因为资本在目前的中国体系下 如果说能够得到足够的保障 其实它是无限的永续的 但是呢 党的这个政府的官员 它是不断的在轮换的 而且这个轮换是越来越不具有确定性 越来越不具有确定性 换句话说 这种不确定性是违反了过去二十多年 所建立起来的这种相对有规矩的 这种干部年轻化 正规化 专业化的这么一个模式 就是过去干部的理选 实际上是在江湖时期逐渐确立起来 但是目前这种干部的理选已经打乱了 我们知道以各种正宗干部代替 或者说政法干部 正宗干部代替专业干部 等等等等这种现象 互相表中心 中心竞赛的锦标主义 已经代替了过去的GDP竞赛的锦标主义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很多干部实际上是在选择向资本效忠 这是北京在二十大之前最忧虑的一个问题 他们发现即使老大位置不换永续 但实际上地方他的底下的这些官僚 其实是到年龄还是要换的 少数不换的那只是少数 大多数还是要到年龄要换 那这个时候他无法来阻止身边的马仔 过去的这些提携 或者说这些一面之交两面之交的这些下属 变成两面人 变成对资本的一个背后的保护伞支撑者 实际上也没那么复杂 就是一种简单的政商之间的相互输送 然后影响到北京的最终的一个 更具体的或者是更长远的一些产业上的布局 比如说涉及到数字安全 比如说涉及到躺平问题等等等等 然后他们发现就像当年的孙政才 某种意义上讲 现在他面临的是无数个孙政才的问题 这是北京最担心的 现在在中国这个体制之下 官僚干部其实是面临着 到底是向党效忠还是向资本效忠的问题 那换句话说是哪一个制度更永续的问题 这是在目前我们说干部 他无法实现通过选举竞争 这种这种和平的交替模式下 所面临的一种加层化 所产生的一个一个最为迫切和现实问题 换句话说这些干部到底是成为谁的加层 是资本的加层 大资本的加层 马云的加层 还是老大的加层 其实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 因为都自有化了 都加层化了 那么这种问题的争夺 就不简单是产业政策的领导权的争夺 教育对下一代的领导权的争夺问题 而变成加层的争夺问题 这是北京最担心的一个政治效忠的问题 政治效忠实际上是中国政治体制里头 最大的或者是第二大的问题 第一大问题当然是接班人问题 第二大问题就是干部的效忠问题 它实际上通过打击这些大资本 节制这些大资本来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第三我们谈三次分配 它节制的方式 不是说让收入越高的人 那更高的税 它不是通过二次分配来实现 来实现这一点 这是很有趣 这是我们要考虑 这是我们观察所有问题的一个面向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很多观众朋友们 也可以说在美国 我们说我们刚才前面谈到的问题 某种意义上讲 第一个问题也存在 就是美国在过去两年 或者说我们知道从占领华尔街以来 占领华尔街以来 也是2011年颜色革命 只不过是秋天所发生的占领华尔街 那占领华尔街口号也是1%和99%的问题 那么全球的不平等 也不只是中国和美国 在全球范围 在过去十年 甚至在过去两年新冠疫情期间 都在扩大 这种绝对的富裕 这种绝对富裕和绝对的贫困 所形成一个倒金字塔的财富结构 和潜在的一种社会的动荡 这之间的一种关联 那这是全球动荡的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和不仅是新冠疫情 不仅是其他的问题 那么但是我们也知道 另外一方面 比如说我们知道宜家的老板 或者说美国的 比如亚马逊的老板 贝索斯等等等等 他们并不是纳税很多 包括我们知道川普总统 他的纳税记录很可怜 那越是富翁 越是跟政治关系的紧密 或者是越是有这种强的能力 他的必须 谢谢吴湘博士 刚才把这个话题带落的 他讨论问题的第二个部分 现在他正好断了 利用这个机会 我给大家归纳一下 也算我对这个节目的贡献 否则吴强博士偷偷不绝 一直讲 那么前面一个第一部分 他讲是用在扶贫之后 北京初代的新政 这种新政是用来对付新资本的 在这个一层上面是经济意义上的一个解读 那么第二个层面 他实际上把这个话题带落了这个政治学的这个解读 那么这涉及到什么呢 这个权力交替和财富交替 二者之间的这个冲突 那么这里头呢 有一个这两个交替的周期的不对等的问题 这个权力交替呢 越来越频繁 而资本的交替呢 相对就要慢一些 那么原来的这个政治结构之下呢 这个权力的这个站在位置上的角 那个时间呢 就比较长 那么政治上呢 他在某位上 他不像现在强调的如此样的 是表忠诚 那么官员啊 实际上对应对官场的这个规矩 没见到那么多啊 那么 导致这个官场的这个 对权力的这种效忠的就越来越弱 而对资本的这个效忠的就越来越强啊 因为政商关系嘛 相对来说会稳定一些 而对资本负责啊 相对容易一些啊 对老大负责呢 可能没那么保险啊 所以吴强博士认为呢 这个第三次分配问题呢 核心问题是关出在这个政治效忠的问题上 就是这些干部啊 这些干部最终你选择是效忠啊 这些新资本的大资本家 还是效忠现在的北京的老大啊 因为你如果不效忠北京老大的话呢 会让北京的老大觉得啊 他的新的经济政策没法落实啊 这是一个影响他的新经济政策的布局 这是北京老大非常关注的问题 所以说说白了的话啊 就是要消灭通过这个行动要消灭 无数过啊 这个大家知道前政治局啊 委员松正才那样的人啊 现在这个政治上啊 有很多类似于松正才这样的 让北京非常不放心的啊 这一些危险的这个力量啊 这是这个行动的啊 财富封闭政策的啊 政治学上的一个解读 好了 我们等着吴强博士进来啊 看看又不又再有一个更深的角度的解读 或者更侧面的一个角度的解读 嗯 哈喽 好了 嗯 哈喽 可以听到吗 可以了 继续嗯 对继续 第三个问题 有一点敏感 有一点关键了 但是北京来节制这些资本的方式 或者说承认他们的这种方式 呃 不是说吸纳他们到政治体制里头 嗯 不是说根据你们的税收的贡献 你们对就业的贡献 你们对财富增长 经济增长的贡献来承认你们 这在江泽民时代三个代表是承认的 那现在他不是以这种承认方式 承认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在中国的这种 目前趋向精英民主的一种 呃 不叫趋向 至少有些自由派所所指望的啊 通过精英 形成一种精英民主 这是北京 其实在过去几年 九年一直在防止的 防止自由派 通过精英的希腊 最后把目前的一种寡头政治 甚至是呃 个人威权转为一种精英民主 这是北京最担心的 那么他们 采取了一个反其道行政的方式 就不是 以这种 无代表不纳税的这样子一种 或者他担心这些企业家 以无代表不纳税的这样一种 波士顿查党当年的资产阶级革命的 那种方式 而是以 纳海房捐 要求 国家来替他们进行财富管理的一种方式 这是很有趣的 而且同时的背景是发生在 香港 作为中国内地的最大的财富管理人 已经在过去一年逐渐的 萎缩的背景下出现的 换句话说 中国在过去一年的财富管理阶级 财富管理阶层 从股票证券交易到香港的各种财富管理公司 香港的各种 其实都在萎缩 甚至我们还看到我们的节目还讨论过 比如说江的孙子江志成 他现在他不是党员 但现在在扮演着财富管理人的角色 在香港 在新加坡 设立办公室 那么 他现在已经在 做这种财富管理 那么财富管理已经 我们在讨论江志成问题 陈小平你还记不记得 我们已经说 财富管理已经具有一种政治的竞争的意义了 那么北京现在是在争夺的是财富管理权 他们北京自己来 就像杭州市来替房地产交易来做中介 现在呢 他甚至来替这些大企业来做财富管理 你们把钱拿出来 按照北京的要求来做扶贫 来做公益投资 公益建设等等等等 那实际上是 打掉现在的新资本 这种在国内膨胀 乱窜 在北京看起来是无序 甚至是可能产生潜在 另外一种政治动荡的 政治挑战 政治竞争的这么一种威胁 政治威胁来自于 一方面来自于底层的贫困阶级 另外一方面来自于财富阶级 这是北京现在在着手在做的 而不是通过吸纳他们 承认他们的纳税 然后就有代表权 又有政治参与的权利的方式 是反其道而行之的一种方式 那么这是北京的三次分配的 一个基本的考量 好 好了 这个第三个层次 我们吴昌博士也给大家讲清楚了 关于这个财富管理的权的 这个争夺 原来这个江时代 他们是有份的 承认他们的贡献 让他们参与 让他们有代表权 那么这个时代呢 他们成了防范的对象 北京要把他们的财产管起来 减少他们在政治上造成的这个冲突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话题 感谢吴昌博士 三次起伏 但是呢 每一次都有一个精彩的观点 拿出来跟我们的分享 那么今天我们的话题呢 还有一个话题呢 实际上也跟现在的这个某一个领域的这个政策的变化有关系 啊也涉及到刚才吴昌博士谈到的啊 这个 对新资本的财富的管理问题 那就是北京啊 这个 防防防势政策的这样一个调整啊 那么最近我看到一个看到的一个消息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深圳啊 有一个啊 顶级学区房啊 降价了五百万啊 可是呢 在这样一种顶级学区房降价五百万的情况之下呢 居然还没有人出手啊 来买这个房子啊 这个 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房价政策的变动啊 涉及到一个财富管理的一个相对是微观的一个层面 那么这样一种啊 降价五百万仍然没有人问津的一个事情啊 是怎么样一回事啊 听听吴博士的看法 嗯 对这个当然是一个很微观的一个一个一个情况 深圳的情况可能很多观众都比我更熟悉 呃我想谈的是深圳的情况啊 某种意义上讲是北上广的一个更为极端的缩影 更为极端是指的是深圳的教育医疗资源都跟他的人口 总数跟他的人口规模跟他的财富来讲是很不匹配的 我们知道深圳排名前几个中学呃 深圳中学外野学校呃等等等等 那么 非常紧张 他的高质量的学校其实呃 相对来说相对北京上海来说是很少的 他们缺乏一些老牌的大家承认的一些学校 甚至从比如说初中升高中的中考的升学率 到高考的这个考上大学比例 深圳的比例都是比较低的 就是很很很奇怪的 就是深圳的教育的竞争 实际上是在中国的大城市当中是最激烈的 跟他的人口年轻是有关系 跟他的教育资源和医疗资源的公共投入的少 是有直接的一个关系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学区房 某种意义上讲 确实是很极端的体现出这种稀缺性 另外一方面 深圳房价又被过去一年 甚至更早的我们关于这个深圳的这个大开发 新的大开发的计划被推高了 两重因素 那第三重因素实际上就是我们说深圳的 新增加的累积的财富 这三者甚至这财富是来自于全国的 就像北京 我们知道在北京买房子的 进入北京房市的 就不相当部分 我可以贸然的说一下 其实大部分都来自于北京以外的资本 北京以外的财富 在北京来买房子 深圳其实同样是这样 那么这种情况下 深圳的房价其实就是一个指标 是北京一直所在意 所关心的所谓房子是用来住 不是用来炒的一个指标 那么为了打压这么一个 为了实现这个实际上是无所不用其极 那么现在我们终于看到 它的房市回落了 但是这个回落 我相信是很多的具体的 很小的 我对房地产市场所不了解的一些 具体政策细节所限制的 真正的 这种症结是在于现在的财富 流动性降低了 我觉得这是最根本的问题 现在深圳也好 北京也好 财富的流动性都降低了 这财富流动性的道路上 有很多的障碍 有很多障碍 从各种各样的房银行的障碍 来自银行的障碍 来自于房屋交易的各种障碍 来自于 学区房体制的瓦解 的障碍 就是说稀缺性的瓦解 等等等等 我们都能够看到 这稀缺性是通过 比如说这个 学区 学校的老师的轮换 通过学生的这个 抽签 不是传统的居住 就有天然的一个上学校的权利 而通过抽签的方式 通过老师轮换 各种方式来稀释 来平均这些东西 那北京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个政策 最近几天 或者说最近一个月 其实讨论最多的就是 关于这个教育方面的 关于比如说我们这个问题 我们的节目讨论过 对教育补习行业的打击 对于这个我们所谓的双减政策 这是北京最关心的 那么双减政策的核心 实际上是反精英化 反精英化 但我并不认为它是平民化 这是很重要 因为他把教育实际上是 最后通过中考分为两个阶级 但是反精英化 这是我们可以确定的一个 一个政策指向 减少英语的教育 减少各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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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竞争 这实际上是一种反精英化 这跟我们刚才第一个问题 所谈到的反精英民主的一种考量 是一致的 他们担心精英自我的形成 会趋向一种民主 虽然精英其实本来是可以支持 一种威权政治的 这个两者其实他是有选择 但是现在北京居然会担心 中国中产阶级 或者中国的高端中产阶级 中国的资产阶级们 这精英的再生产和形成会 可能会对政权形成某种威胁挑战 他们更倾向于民主化 自由化 而不是倾向于一种高度集权的一种体制 这是北京在目前所做下来的 二十大之前所做出来的一个判断和选择 这种担心在九年前不明显 在现在其实已经充分的落地了 其实几年前已经很明显 这对孙政台打击其实已经很明显了 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都看不出来这一点 我一直当时在暗示 反复的暗示孙政台代表的路线 到底是什么路线 所以在这一上讲 我们如果说回到李克强 在全国人大 去年的全国人大所谈的 中国有六亿人月收入在一千元以下 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 克强同志 克强总理和老大 在这么一个军贫富的政策导向上 其实是有共同点的 有共同点 在于这一点是很有趣的 当然他在另外一层面上 也许是有不同的 比如说他在鼓励创业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新资本 或者说马云等等 其实他们是 是万民创业的这个典范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 也许会和老大有一些不同 因为把这种自由创业 万民创业的模范给打击了 那么实际上是对 创业政策的打击 是对李克强的创业政策打击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 也许我们说 马云 马化腾 这些大资本 这些新兴资本 这些新产业 互联网资本 其实还有空间 他们并不会真正的被打死 被干掉 这个市场经济 其实是被节制 但是不会被干掉 在这个时候 我们说只要克强在 只要这个克强的 这个独立创业政策在 只要中国还有两亿的自由 或者说灵活就业者 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 这个这个办事业者 那么 马化腾 马云的这些 从白手起家的这些 新资本 适应经济 那么还是有空间的 他们能够至少 是代表着这么一个创业的可能性 那这是最重要 如果说他们被打击 实际上就意味着 对创业政策 对两亿的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自由职业者 实际上是半事业者的一个 根本的打击 因为把他们的梦想给打击 倒不是说 在产业政策上打击他们 实际上把他们的梦想给干掉了 那么这个梦想 在象征意义上来讲 他们也是中国梦的组成部分 那么还 现在还不到 还不到 说自我革命到 把中国梦的一部分也干掉的 一个程度 还不至于 所以这是我们现在要谈的 好 所以说 大方向是劫持他们 不是消灭他们 对的 对的 好 谢谢这个 我们这个吴昌博士 对第二个话题 我们进入了一个相对 微观政策的一个讨论 就是深圳的这个 有一个顶级的这个学区房 这个原来开价这个1969万元 面积116平米 最后的降价了500万左右 这也降得够狠的 到到拍卖结束的时候 没人出价 这种情况是非常罕见的 那么分析这么一个个案 好了 我们今天的这个明镜编辑节目呢 还请吴昌博士呢 讨论最后一个话题 那么最后一个话题 就是这个阿富汗的这个撤军的问题 那么根据啊 这个媒体报道呢 这个美国啊 或者西方 从阿富汗撤军的这个最后的期限 是8月31号 那么虽然呢 有一些关于展期的讨论 但是塔利邦方面现在啊 比较坚决的说不会延长 所以说我们这个标题叫做 撤军大限来临 那么这个来临的时候呢 两个问题啊 一个是西方的信誉 还有一个是移民啊 这两个问题呢 会不会是这一次撤军带出来的 双重的这个危机 我们听听吴昌博士的讨论 嗯 因为我看小平您给我这个标题 所以我有一点呃 不叫吃惊 但我也觉得有点有点怪 就是我觉得倒不是问题 就是说信誉也好 呃 这个移民也好 这个在这一次阿富汗的呃 撤军行动 这是好像这行动有个代号 那我觉得都不是一个问题 呃 从阿富汗撤军 这已经从奥巴马时代 就开始在谈的一个问题 只不过一次拖延了十年啊 这个美国历史上最长的一次战争 二十年战争 其实打了几年 我记得零六年零七年 就开始讨论撤军的问题 那么阿富汗 阿富汗马时代是正式宣布了撤军 但是 但是最后是这个 很有意思 变成了一种征兵减造的方式 呃 一方面说撤军 另一方面在征兵 为了撤军而不得不增加更多的军队来掩护 那这种 这种进程一直持续到 最近才真正开始了一个实际的 撤军的进程 当时在去年 川普总统和塔利班这边签署了撤军 最后的撤军协议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美国政府 按照这个撤军协议 在8月31号之前完成 那么我们现在讨论这些问题 其实都是在前上一 在前一周啊 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卡布尔撤军时候 所出现的一些混乱 这混乱其实比较短 短暂 比较短暂 那这种混乱背后 当然是更多的人 目前当时都在卡布尔机场外围 要进入 那更多的 这混乱是机场内的混乱 机场外的混乱 以及在卡布尔室内的 一种恐惧感 不安感在上升 以及更外围的 比如说在潘杰西尔省 潘杰西尔的山谷 那么战斗已经打响了 那么 阿富汗其实即将进入到 已经进入到一种新的内战 新的内战 因为战斗已经打响了 我们就看到了 战斗已经发生了 我们现在所讨论的问题 实际上就是 不是一个所谓的 1975年西洞的翻版 并不是一个问题 这是一个假象 这是一个 很容易通过一两幅画面 所造成的一种错觉 我们现在是讨论的是 就像Folio Affairs 他给拜登这次政策 做的一个评论的标题 叫做灾难性的成功 灾难性的成功 我不知道您看到这篇文章没有 至少一标题是很有意思 说其实是成功的 完成了一个册 就像拜登自己的辩护一样 这是一个既定的政策 然后我们看到技术上 不那么完美 组织上 秩序上 有一点披露 那么就被很多 特别在意秩序的人 小清新 岁月静好 保守派 文青 开始夸大 觉得这是美国战略的失败 美国政策的失败 一个西洞的翻版 并不是这样 这其实只是一个小的戏 小的一两幅画面 阿富汗人民的一种恐慌的体现 就是跟整个撤军的一个按计划 按部就班的完成 就是没有任何的关系 我们现在讨论的是美国在放弃阿富汗 在把阿富汗这个烂摊子 这个潘多拉之河交给了中国和俄罗斯 这才是最重要的问题 美国在收缩它的战略防线 集中它的所有的战略的资源 包括国外交资源和军事资源 以及它的道义上的资源 集中到中国的东南部 集中到中国的东南部 那么这是我们看最近八月份 在南中国海 在台湾海峡 西太平洋地区所进行的 各种各样的军事演习 所表现出来的 阿富汗的一方面 我们看到美国一方面是动用了 在过去70年第三次动用了民用的一个战略航空的储备 把很多民用航空公司的飞机都动员 用来疏散 这是过去70年第三次 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跟当年的柏林空运相提并论了 虽然它实际上是按照2003年伊拉克战争时期的这种战略动员来进行的 其实是可以让我们想起柏林空运这么一种场景 那么它把 曾经帮助过盟军联军的这些翻译 以及跟西方世界跟美国有合作 跟联军有合作的这些相关人员 包括阿富汗愿意撤走的政府人员也撤走 这个我们在撤走的这些难民的表情上看到 那美国的信誉是保住的 是对美国是有信任的 有信任感的 而且各国大部分西方国家都在增加这种难民的配额 在增加 不断的在增加 这个信誉并没有丧失 这信誉就在于不抛弃曾经的一种政治盟友 无论这盟友是国家意义上的还是个人意义上的 我觉得这个信誉并没有丧失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难民的问题 那这些阿富汗难民 目前总规模其实并不大 我们看到在多去十天 大概已经撤走了一万六千人 那实际上的难民应该不到这个数字 应该不到数字 一万六千人还包括很多 在卡普尔的一些非阿富汗的工作人员等等在内 那么未来到8月31号 我自己估计总共撤走的人 阿富汗难民 把各国的配额 将来的这些配额算进来 我相信不会超过十万人 我自己加了一下 美国有八万人 这事先已经撤走了 这就不能算在里头 剩下一些 比如说德国要计划接收一万到两万 加拿大接收两万等等等等等等 其实就几万人 那么这个难民的总的规模 如果跟逊尼亚当时德国接收一百万 逊尼亚难民的规模相提 相比的话 算不了什么 其实并不是一个大的数字 但是某种意义上讲 对阿富汗的未来是有深远影响 等于是把阿富汗的精英都给接走了 那么留下来的是什么呢 留下来的是愿意继续战斗的 或者只能投降的这些人 剩下来的人 我觉得才是未来阿富汗难民的真正的一个来源 就是未来留在阿富汗 留在喀布尔的反塔利班的 或者说不同情不合作的这些阿富汗公民 我觉得才是未来的潜在的世界的难民的问题 他们将来还会继续的以各种方式 离开阿富汗 或者是陷入到某一种人道主义的危机当中 成为当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 所产生的大量阿富汗难民的一个新难民 那么我不认为他们将来会到巴基斯坦 去呆着那些难民 那塔利班控制的 比阿富汗本地塔利班更极端的地方呆着 他们一定也是向西方 或至少先向中亚撤退 那么未来阿富汗的人道主义的灾难 我觉得才是真正的要担心的问题 而且这种人道主义灾难 现在已经有苗头 这是国际社会将来要面对的 那么阿富汗问题 我过去再讲 已经从恐怖主义 从反恐问题开始转变为人权 人道主义的问题 这是阿富汗未来真正局势的重心 那么它也是留给中国和俄罗斯 所面临的一个限制问题 他们面对阿富汗未来将要爆发的人道主义危机 人权的灾难怎么办 继续承认合作 跟塔利班政权合作承认 然后不承认阿富汗将来所发生的 我这个是不承认是用将来事 不承认将来所发生的 这个这个这个人道主义灾难吗 那是这实际上就是未来 中俄以及其他的这些轴心国 所面临的最大的一个国际的挑战 就是对阿富汗未来的人权灾难 人道主义危机 如何处置的一个态度问题 那这是阿富汗问题 真正的实质所在 好 好了这个话题呢 吴强博士的一个中心的观点 就是这个信誉和这个难民的危机呢 没有这个一些报道中强调的那么严重 那么有两个著名的一个对比 一个就是这次阿富汗撤军的这个危机呢 不是这个当年西贡的这个危机的一个方版 那么这次的这个移民危机呢 也不会是当年的欧洲百万移民的一个方版 这是吴强博士的一个比较中心的观点 大概是这样对吧 未来阿富汗的难民危机 可能会跟叙利亚的难民危机 会可以相提并论 它的规模是相当的 但是国际社会未必能够做好准备 我就说 德国当时做出了一个表算 接收了一百万叙利亚难民 但是我不相信未来能够接收阿富汗一百万 比如说未来十年会接收阿富汗一百万 这是不太可能的 那么所以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现在这个阿富汗的这个难民数实际上是很大的数字 我看到的这个数字 你看啊 联合国难民数数据 全球共有250万注册的阿富汗难民 140万在巴基斯坦 78万在伊朗 还有还有联合国估计还有200万未注册的阿富汗难民 现在居住在伊朗 那么现在还有一些人往外跑 没有这个问题并不重要 这是现状 这都是过去历史上的 所以我说的是是塔利班统治之后 阿富汗将出现的新的一波的难民潮 那新的一波难民潮 是比如说以喀布尔市民为主 还有其他省的北方省的 那这个规模可能是几百万的级别 或者更高的级别 那么超越现在的这个这个已经是几百万级别 对这个喀布尔说现在每天都有三万个人离开阿富汗 是这个就是从喀布尔的喀布尔地区 好了今天这个吴强博士呢 对我们的明镜编辑部的三个话题的讨论呢 就谈到这 那么我们下面这个阶段呢 进入这个观众提问的阶段 好了我们这个廖一老朋友呢又来了 那个廖一请你提问 小兵博士早 能够听到吗 可以 我的问题还是第一个话题 那个话题在西方也有 但是基本上八分之九十九九十八 应该是被禁掉或者被去掉的 就是那个所有字 无疆都是好 忘记跟你打招呼 你说的这个问题 我就在想技术上 争夺管理权 那实际上管理权就是社会拥有权的一部分 Social ownership 那你们中国不是已经有混合制吗 就是公司混合制 你觉得政府 党经政府 习主席 他会不会 为什么要争夺管理 会不会设党委 当支部 然后 吸纳党员 然后去混合 混合制也是一个方法 去把他这个危险性降下来 有没有可能走这一步 不是 或者是少一点 你说的管理权 因为管理权 你会影响到生意经营吗 那如果是在媒体 就是董事会里面 增加我们伟大共产党的股份 会不会这样会吸涉了这些危险性 这就是我的问题 谢谢 我来回答吗 你可以回答 他说在这个 如果要去防止他的这个政治危险的话 是不是加入党委的这个制度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也许是可以解决 而且目前事实上已经在逐渐的采取这种做法 一个是所谓黄金股的一种方式 国家路干股 这个事情几年前的政策已经出来了 混合所有制的提法更早 那么现在只不过是这些政策在落地 而且落地之后 就是进行公司法意义上的调整 党委 以及这些党股如何体现在体现到这个 治理结构当中 那么这种治理结构未来就会面临着 一些冲突 比如说 如果这些企业是在白木大注册 那么这些治理结构如何反映 所以就变得中国这些所有权 这些公司的治理就变得非常复杂 他们需要成立新的一些方式 否则的话就跟国际资本主义的 公认的一些原则就开始发生冲突 当然北京也可以以这种主权基金的方式 比如说国资委下属的 或者说其他的一些主权基金 以主权基金介入到这些私企当中 来代表党 那这是一种最可行的一种模式 这个模式我在十年前 我自己写了一本书 关于现代化 现代性的反抗 对东南亚100年社会运动的总结 的结论当中我就 十年前我就在预测 就在谈 就是中国实际上 我跟上讲在学代马锡模式 那么代马锡当然是李光耀的 私人的这种主权基金 他叫新加坡主权基金 实际上是私人基金 但是他对新加坡的经济命脉 有直接的控制 而且是不透明的 那北京现在党 其实是在 以某种的主权基金的形式 比过去的 中基时代主权基金 其实要更规模大 更隐蔽 而且更直接 要介入到中国的这些企业当中 而不是以投资的方式 介入到华尔街 而是以直接进入到中国的这些 实体当中 这是中国目前在做的 然后它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 谈所有制的时候 北京的意识形态 我们知道在过去70年 在改革开放初期 以及改革开放前 对所有制是最强调的 但这个问题 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也没有实际的法律的保障 换句话说 对私有财产 对于私人的相关的所有制 对私有制 其实 虽然有法律上逐渐的完善 但是在政治上 并没有真正的承认 就是说哪怕宪法上 都承认私人所有权 但实际上对经济上的私有制 并没有予以政治上承认 并没有在意识形态层面上 真正的愿意跟私有制共存 就好像北京现在打死 也不愿意承认跟病毒共存 跟新冠病毒共存一样 他在这种共存的问题上面 从来没有松过口 这是北京的这种 我刚才 我最近在我们明镜 也开始做一个政治学的一个节目 一个教育 我在谈的一种世界范围的一种塔利班话 世界范围的塔利班话 就是说中国传统也有类似的概念 帅徒之兵莫非亡土 那么商人的地位很低 是因为政治地位低 其次呢 它是有表现出来的 商人的这些财富真的是 它比农民对土地的财富的 这种可靠性还要弱 很容易被当权者随意地剥夺 它可以赐给一个人很多财富 可以随时剥夺它 那么在一个 伊朗 在一个宗教社会里头 我们也知道 这个资本是不能用来生利息的 它的这种私有财产 它市场经济 其实是反资本 反资本主义的 尽管财富贸易一直很活跃 伊斯兰 穆斯林是天然的商人 但实际上是 它跟教育是有冲突的 那么 现实和教育之间 怎么样来进行呢 这是一种很机会主义的一种伦理 在北京 在中国 我们同样能够看到 未来会形成一种非常机会主义的伦理 意识形态上 死活不承认是有志 但是法律上也有各种保障 最后就在中间形成巨大的 一种腐败的地带 所以我们看中国的腐败 现在也许要比江湖时期 或者说未来 也许要比江湖时期 可能要发生得更严重 说现在可能不合适 现在是一转这点 那么在意识形态的 不承认是有志和法律上 事实上 不同层面在保护是有志 这种两者之间存在一个 巨大的灰色的地带 这个灰色地带 就是我们所说的政治上的腐败 政治上关系的腐败的温床 那么在未来我相信会不断的发展 那这就是中国所有制模糊的一个地带 那么它是一种社会所有 还是党所有 还是混合所有 这实际上就是 是需要 这比的实际上是 企业家 比的是知识分子 比的是党的官员的这种建构能力了 谁的话语强 谁才拥有财富 这问题不在财富管理 而在于财富的争夺 就好像 我想起普鲁东当年所说的 一切财富都是盗窃 他的话语非常之强 有战斗性 当然真正愿意听他的人并不多 他也是后来法国工会的一个 无政府主义工会的一个鼻祖 也是现在法国工人阶级的一个精神领袖 仍然是 但是他至少他有一个很强的话语 在中国未来是不是会产生这样一种话语呢 或者产生类似的这种强的话语 所以未来中国的政治社会 其实会非常的动荡 会围绕着财富的这种 话语权的争夺来进行 而不是围绕财富管理权的争夺来进行 好 好了 谢谢我们吴强博士 对这个料一的问题的这个详细的解答 这是我记得这个吴强博士 应该是解答最详细的一个话题 那么今天我们这个明镜编辑部节目的时间 作为我的常任嘉宾 讨论这个我们当下发生的这个 两到三个深度的话题 所以在这个我们那个两个节目话句号之前 我要再次表示对吴强博士的深切的感谢 同时也要谢谢我们很多观众 在这个节目呢 对我和吴强博士的支持 那么今天这个节目呢 有这个Eric C 有那个Harry Perry 还有那个罗马三位先生 或者叫女士 打上我们的这个节目 在此一并感谢 最后呢 谢谢这个我们导播 把这个节目制作完毕 让吴强博士的这个精彩观点呢 得以完整的展现在观众的面前 特别表示感谢 好了 今天节目呢 我们就到此结束 那个 那个祝大家晚安